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DIY市场真的非常的热闹了 我倒是觉得今年的配件的价格不会有太大的浮动 新一代的配件是无法马上替代老一代的产品的 老交替需要一个过渡期 也是需要市场去慢慢消化的 价格肯定会有一点浮动 但是浮动的一个区间不会很大 可能二十三十这么一捏捏一捏捏的往下一点 如果大家想要等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做一个快乐的等等等等等 老黄还是觉得早买早享受吧 接下来我们讲回正题 讲回正题还是配置的问题 我们来解决小伙伴的一个私信的问题 6000块钱的配置搭配 8000元的CPU 3700X与9700K怎么选 1万元要爽玩大型的单机游戏 那我这里着重说一下 CPU和显卡一个搭配 一台主机的性能强弱 主要取决于这两个东西 6000元的余扇 CPU选择3300X搭配2060S或者是9400F搭配2060S 3300X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的视频 它的性能是接近于或者是持平9400F 它拥有四核心八线程 默频3.8 锐频4.4 目前它的售价只要在800元左右 这样的搭配1080P情况下玩所有游戏 都是没有问题的 8000元的预算 其实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的话 CPU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AMD的3700X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去选择9700F 它的主频又低 对比3700X 它肯定是没有任何优势 如果你去选择9700KF 那你肯定要花更多的钱 选择一个Z390的主板 这样的话 8000块的预算 你大部分的金额都花在主板和CPU上面 那显卡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选择37X 搭配一个B450 留着更多的预算 选择一个2070S 到了1万元的预算 你的主机有点厉害了 显卡选择2080S这个级别 CPU还是选择的是3700X 为什么还是推荐这个CPU 建议大家翻一下我之前发的视频 3700X对比9700K 在游戏的表现 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差距 3700X搭配一个B450主板 预算又能省下1000多 如果你去选择9700K 搭配Z390 那你只能选择到2070S这个级别的显卡 游戏性能的表现 主要还是靠显卡 不是靠CPU CPU只是用作以辅助 所以1万元的预算 3700X搭配2080S不香吗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吸引我 吃瓜吃瓜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